明镜广播电台 法广发表一篇报道 题目是 英达涉嫌偷税洗钱罪 在美国遭起诉 庭审五月间 中国著名导演英达 移民美国安居 但被指控偷税漏税与洗钱 英达被美国税务部门盯上 调查发现采用 不高于美国申报存款金额的方法 分数十次 将美元存进多个银行户头 美国法律对此类指控 有十年监禁 以及拒约罚款的定罪规定 此案今天在中国国内各大网站 被热报 据中国网络不同报道说 中国著名导演英达 近日在美国因涉嫌洗黑钱被捕 由腾讯娱乐通过 华裔律师刘龙珠调查 翻查检控书 认罪书 确认英达在本月16日 在美国康州联邦法庭达成和解 他与放弃庭审机会 并就刻意规避申报要求 进行现金拆分行为的指控认罪 此案定于5月11月宣判 根据美国的法律 英达将面临最高10年的刑期 以及50万美元的最高罚款 报道 原影据检方的指控书 指出 今年56岁的英达居住康州 在2011年4月至2012年3月间 先后把46.4万美元存入他和他妻子的联名账户 为了避过监控 英达每次存钱金额都低于1万美元 先后分50次存入 英达夫妻俩还在四家银行开了六个账户 被指控是为了避人耳目 据报道 英达与法庭达成和解协议内容 包括英达同意 冻结他在康州拆分存入的17.6万美元现金 这是46.4万美元存入金额的38% 以及补交国税局11.3万美元的未付联邦税 此外 还有2009年至2011年间的罚金和利息 冻结部分资金和补交的税款合计29万美元 据康州联邦检察官达义指控 英达的结构性拆分行为 是有意避开交易报告的要求 而根据联邦法律 美国的金融机构在接收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交易时 会要求客户填写现金交易报告 报道说 在美华人为避免麻烦于付税 在美国将现金分多次存入银行 并刻意将每次存款金额压低在申报标准1万美元之下的情况不少 律师警告 这种存钱方式很容易被税局盯上 不仅要付出巨额罚款 很有可能要面临牢狱之灾 中国国内网络对英达人肉搜索介绍说 身兼演员和导演的英达出身于演艺世家 其父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英若成 母亲是著名女翻译家吴氏良 曾祖母是大公报和辅人大学的创办者英连之 祖父是著名翻译家和教育家英千里 此外 他与前妻宋丹丹 育儿一子英巴图 两人离婚后 他娶了现任妻子梁欢 再诞下一子 梁欢的父亲范荣康 是人民日报前副主编 介绍还说英达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及米苏里大学戏剧表演系 在国内指导多部电视剧 包括家庭情境喜剧 我爱我家 剧情喜剧 后车史的故事 生活喜剧 我们一家人 以及古装喜剧 龙号机车 他还出演过电影 霸王别姬 霸万 东京审判 梅兰芳 风声等 明镜广播电台 谢谢听众的收听